F-35战斗机要换新了 火力军拿到F-35战斗机即将换新的资料后 不敢相信美国居然现一步对F-35战斗机魔改 换新过后的F-35或许一跃成为世界第一架六代机 不要以为这是火力军危言耸听啊 美国要给F-35换的变循环发动机可真不简单 今天火力军就带领大家看看变循环发动机到底有多强 视频开始之前火力军先提出个疑问 针对于目前的所有战机发动机来说 追求推力就意味着要提高油耗 追求油耗就要失去推力 但是要论战机的发动机到底好不好 主要还是要看它的推力大不大 那么能不能将两者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呢 应对这个话题 美国科学家对此进行了非常多的研究 在经济实用性原则之上 科学家发现如果将发动机制作成变循环 那么立刻就能解决速度和油耗之间的难题 从理论上来说 变循环发动机的制作方式并不难 只需要通过改变发动机一些部件的几何形状 位置以及尺寸 就可以实现不同热力循环 不过别看就是稍微改动一下发动机的几何形状 位置和尺寸 这玩意儿想要研究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小伙伴们都知道发动机含道比越大它就越省油 不过推力就会因此而减小 这对于普通发动机来说没啥问题 毕竟咱也不是追求速度与激情 不过军用发动机可不是这样理解的 为了追求近距离格斗和起飞速度 那推力必须要大 正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没点速度跟人家贴身格斗 分分钟给你打得鼻青脸肿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军用战机不在乎什么耗油 不就是飞点油吗 这都是小钱 只要战机性能能保证就行 所以战机的发动机含道比普遍非常小 像美国F22隐身战斗机 它的含道比只有零点几 几乎就是个窝喷 这也引发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战机也不是一升空就跟人家玩近距离格斗的 也有巡航任务 如果巡航还需要小窝喷 那属实是败家子 如果战机可以通过含道比变化 该使劲用小含道比 不需要使劲就用大含道比 这样可以帮助战机省下来非常多的油 来满足长距离巡航任务 变循环发动机的出现 至少能为战机增加50%的航程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 此时小伙伴就会问了 这款战斗机到底有多厉害呢 我们拿变循环发动机和目前美国F35战机上的F135发动机 做个比较 根据美国国会上的询问来看 F135目前面临着三个非常大的弊端 偏低的任务执行率 一直未能达成的可靠性目标 维护成本翻倍 这些问题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可靠性太差 从美国设计F35战斗机的初衷上来看 本来想着单发布局的F35 可以依靠F135减少自身的维护成本 毕竟F22战斗机的维护成本过于高 而F15发动机作为F22发动机的升级版 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应该更好才对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F35战斗机1.7亿美元的成本 飞了几个月就出现各种问题 这是美国对F35无法容忍的 当然这些问题在F35战斗机的兄弟们身上也同样发生着 这就说明当初在制造F135的时候就出现了许多问题 就像是美国当年提出AK64A空中加油机项目那样 而相对于变循环发动机来说 美国国会暂时不会对这款发动机提出过高的要求 在保障2万公斤及推力的前提下 变循环发动机带来的维护成本 要比F135来的更实在些 最起码在油量和航程上就能给美军省下一大笔经费 按照上世纪70年代的变循环发动机来看 或许出现了许多问题 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这款发动机带来的效率是极高的 石油作为绝对的战略资源 谁弄来点石油都不容易 省下来的那都是战略资源 非常具备价值 除此之外 变循环发动机甚至能帮助F35解决超音速巡航问题 真正的实现美国想要板砖飞上天的理想 这是F135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无论怎么说 变循环发动机有着非常高的战略价值 目前F135在美国眼中已经嗤之以鼻 对于这款发动机实在是提不起任何兴趣 目前世界各国在六代机上下足了功夫 而变循环发动机作为六代机的心脏 谁先发明出来 那么在战机领域上就会处于领先地位 而美国现在正在金字塔的顶尖上 一旦变循环发动机的可靠性被证实 F135发动机被换下来是必然的事实 许多小伙伴看这或许会问 火力军把这款发动机说的这么厉害 全世界难道就只有美国研究出来了吗 说实话 这个东西听起来很简单 但确实是太难做了 别看仅仅是调整发动机的零件 但是要知道的是 发动机的零件实在是太多了 并且大部分零件极度脆弱 这么多零件一旦调整不对 在高温高速的环境下 损坏率非常高 这就像我们去年买车一样 进口的奔驰别看它贵 人家至今经历了95年风风雨雨 发动机就是靠谱 谁也不想买个车三天两头往秀里长跑 战机那更恐怖了 万一巡航的时候发动机故障了 飞行员直接当场骂街 不问候一下这款发动机的研究者 都对不起自己在地狱里走一遭 所以这款发动机至目前来说 仅仅只有美国研发出来 不过非常有趣的是 别看美国说2028年 才会将变循环发动机装备在F35战斗机上 实际上变循环发动机 美国技艺公司在上世纪70年代 就已经研发出来了 美国F22战斗机招标发动机项目 技艺公司就把这个发动机拿出来竞标 变循环发动机实在是太像了 美国人看到它直流口水 那是实打实省钱的好玩意儿呀 不过美国最终还是没选择 技艺公司的变循环发动机 当然不是这发动机不好啊 就是这个发动机实在是太好了 各项参数看着简直完美 美国人实在是不敢用 其实说到底 这个时候的变循环发动机虽然研发出来了 但是有没有问题谁也不知道 毕竟大家都没有搞过大批量的测试 美国也不敢给它弄到F22战斗机身上 万一出点事实在是担待不起 倒不如用一个数据更可靠的发动机 不过技艺公司的变循环发动机问世 美国也发现了 这东西确实好 如果可以通过稳定性测试 它的作用远比现役的所有军用发动机都要靠谱 美国此时加大投入 开始大力研究变循环发动机 从美军近期发布的消息场来看 2028年开始对F35战斗机装配变循环发动机 美国将是第一个对变循环发动机进行实际应用的国家 那么美国把这个消息放出来这么早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火力军仔细想了想 F35战斗机装备变循环发动机 美国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呢 难道真的把F35战斗机魔改换新 然后充当六代机吗 美国不至于玩的这么尬吧 在苦思冥想下 火力军认为 F35战机目前已经很难满足美军需求了 别看美军吹嘘自家的F35战机多么牛逼 什么用途多样化 航电先进 但实际上美军并未透露任何关于F35的缺点 F35战斗机固然非常强大 它的航电系统非常先进 甚至可以说 F22战斗机在F35面前 在航电系统上也得叫一声大哥 不过航电系统具备优势是绝对领先的优势吗 很明显不是 世界各国的五代机当中 航电系统相比于F35战斗机都不逊色 美国这就非常不服了 老子可是要领先全球的人 我的F35战机可是我未来的主力战机 和你们拉平差距 这我不能接受 要说航电系统问题还只能说是个小问题 F35战斗机的性能才是大问题 为了让F35战斗机的航电达到全球领先地位 美国那是啥好系统都往里面塞 这就让F35战斗机看起来非常臃肿 机动能力并不突出 只能算得上是中规中矩超音速巡航上 F35战斗机和F22战斗机相比 那更是差了一大截 F35战斗机最大飞行速度不超过1.6马赫 这仅仅是三代机的水平 却用在了五代机身上 这明显不合理 所以美国着急装配变循环发动机 首先就是要改善F35的缺陷 这个缺陷一旦改善 美国战机至少拉开全球一代的水平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 F35在列装变循环发动机是不是一个前兆 预示着美国的六代战机即将研发成功 变循环发动机在F35战机身上 如果有着非常好的表现 那么变循环发动机一定是未来六代机发动机的不二之选 如果这样看来的话 美国从现在开始 已经是在为未来六代机开始铺路了 让F35战斗机做一种稳定性实验 让美国在变循环发动机技术上 不说领先全球 至少要比其他国家更具有经验 那么这么来看 一切就变得非常合理 变循环发动机能带给F35的战斗力 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这会让F35战斗机的整体航程增大 作战范围增大 并且更加胜油 甚至可以让F35战斗机满足超音速巡航的条件 不过距离2028年还有六年的时间 美国的变循环发动机 现如今到底研究到什么地步了呢 火力军认为 美国毫无疑问 已经研发出了变循环发动机的雏形 但是缺少实际测试 技艺公司在上世纪70年代研发的变循环发动机 很明显不能满足美国对于未来六代机的数据要求 最少目前的变循环发动机最大推力 至少要达到2万公斤级 毕竟F35ABC这三款战机 采用的F135涡扇发动机 最大推力在1万8千公斤级 改进型的F135涡扇发动机 最大推力在2万公斤级 最新的变循环发动机 必然不能比F135涡扇发动机推力弱 否则装配在未来六代机上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而美国变循环发动机的两款测试型号 XA101 XA100 其主要测试 除了要满足军方提出的大推力需求以外 还要满足安全性 毕竟这项科技目前还不在成熟阶段 美国需要大量的测试来印证 才能选择到底哪款变循环发动机 更适合美国目前需求 XA100这两款发动机 如果在安全性上没有区别 并且均可以不改变战机的基础上列装 火力军相信美国会选择推力最大的那一个 来弥补目前F35战机推力不足的缺点 毕竟和俄罗斯苏-57相比 同为隐身战机的前提下 苏-57的机动性实在是好 在近距离格斗的前提下 F35战机发挥不了自身优势 很可能会因此落败 不过一旦美军装备变循环发动机 则优劣势将发生天翻覆地的改变 如果变循环发动机 如果真的在测试阶段 证明了稳定性安全性极高 那么这款发动机绝对可以造福人类 毫无疑问的是 这款发动机的研发初衷 绝对是用于战争 毕竟战争是科技的一块试金石 不过这款发动机在证明 绝对可靠的前提下 它的民用版一定会出现 不过一定是要晚几年 虽然需要等几年 但变循环发动机民用版本 对于民用航空绝对是福音 民用航空目前最大的问题 莫过于速度相对比较慢 前初联为了增加民用航空飞机的速度 也算是绞尽脑汁了 当年自己家造的超音速飞机 图144 当着全世界的面给摔了 可算是丢足了脸面 俄罗斯也是一招被射咬 十年怕警生 再也没敢碰过超音速飞机图144 英法一看 你这俄罗斯不行啊 我们哥俩表示不服 然后搞了一个协和客机 有一说一 协和客机确实牛逼 安全性也足够 确实没发生过事故 不过可笑的是 2003年的时候 英法协和客机突然退役 究其原因发现 人家退役就因为一个字 穷 别问为啥穷 协和客机那就是油老虎 英法为了追求速度 在给协和客机制定发动机时 压根就没选择涡扇发动机 而是选择了涡喷发动机 更离谱的是 它还装配了加力燃烧式 这装一台吧 协和客机还能扛得住 谁知道 英法一装就是四台 耗油量蹭蹭往上涨 据悉 协和客机从滑跑到离地 就这么短短几分钟时间 两吨油就没了 从离地加速到巡航 50吨油又没了 这就不是烧油的问题了 就是喝油都没它喝得快 最后英法实在扛不住了 这种飞机就不是给普通市民做的 没点背景和money 想做协和客机 简直是吃人说梦 入不敷出的协和飞机 最终只能离开历史的舞台 人类作为高等智慧生物 每天都嚷嚷着更高更快更强 一个小小的客机都不能让它提提速 说实话确实对不起列祖列宗了 所以当变循环发动机问世后 很快就会成为民用航空的新宠 毕竟它既省油还速度快 民用航空也根本不像军方那样 提出那么高级别的推力 相对于造价来说 自然也会更便宜 符合民众的消费水平 当变循环发动机完全落实民用 甚至汽车也可以采用变循环发动机 来达到降低油耗的目的 此时电车虎去一阵 变循环发动机要真整到汽车上 电车销量肯定要要斩 各大电车厂商估计要哭晕在厕所里了 那么让变循环发动机普遍 具体需要多少年呢 具体多少年 霍利君不敢网自飞薄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在其他国家暂时没有发明 变循环发动机之前 美国在短时间内 不可能会将这项技术 用在民用上 毕竟这项技术 关乎于六代战机 美国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东西 自然不肯拱手让人 那不是纯纯傻子吗 所以当其他国家还没能掌握技术 美国是不可能让变循环发动机民用 不过美国也阻止不了太久 这一点是肯定的 毕竟这项技术 在已经提出了非常久 各国就算当时没能体会 变循环发动机的魅力 现在也应该回过味来了 保不齐 俄罗斯目前也在对 变循环发动机进行研究 所以在美国确定了 变循环发动机的可行性后 各国的研究也会快步跟上 美国会在六代机上 取得绝对领先的地位 但是并不见得是其他国家赶超不上的 一旦技术赶超 再藏着掖着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这一天的到来 并不会非常久远 当然我们不能对 民用变循环发动机有过多的期待 因为及时出现民用 它与军用变循环发动机 会有着很大差别 不过这对于民用来说已经足够 或许在未来我们能坐着超音速民航 穿梭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这就像人类的第一台计算机一样 当时作为军用数据运算的机器 最终还是走进了千家万户 成为了现代人生活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 或许火力军可以实现上午在美国吃奶酪通心粉 下午就去意大利吃面 在极快的民航上度过快乐的假期生活 想想就觉得太惬意了 那么各位看官老爷 你们认为变循环发动机在未来 还能用在哪些领域 在这些领域当中 变循环发动机又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参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